第九屆參賽選手 第九屆參賽選手 為什麼今天要講到採燦之心呢? 沒錯 是我們採燦之心第十屆的 副賽現場 今天即將大公開 伊林採燦之心 副賽的比賽過程 我們現在看到參賽者已經 摩拳擦長準備要比賽了 我開始也為他們緊張了 想到去年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他們正在做什麼吧 我們會先上樓 然後先來看看大家的妝髮 有沒有完整跟整齊 然後再來這些殘酷的時候 到了直接現場量身高體重 就是為了要防止像我這種 會偷偷在棒櫻錶上面 剪兩三公斤的人 同學 嗨 我叫黃炳虹 嗯 我叫黃昆玉 我叫賴俊平 今年二十一歲 其實這一次是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啊 你跟我一樣耶 其實想說大肆了 如果再沒有成就 就回家 回家 就回家開店 我是王兆傑 我來自金門大學 你今天從金門來? 昨天 昨天 哈囉大家好 我叫潔雲傑 我是林佳璇 然後女模組 通常啊這種畫面 就是會在男模的地方看到 沒事我看到女模在比賽之前 會來做運動的 哈囉我叫小凡 凡兒那個IG174底線0614可以追蹤一下 我是一個非常活潑可愛的同學 然後我還有一個 也是跟我一樣活潑可愛的好朋友 對 那感覺 拉下來 拉下來 不要害羞 哈哈 那可以來一個就是 三連拍嗎 喔 後臉 我沒辦法 一 二 三 嗨 嗨 大家好我是莉莉 剛剛有在擔任 喔 然後也有在 工作室教學 今天要擔任 這樣子不是要就是很多體力嗎 平常做一些體能啊 或是慢跑之類的 訓練自己的體力 對 那我是李鴻薇 然後 我是環球音樂的音樂創作者 喔 因為一直以來對目前都有一個憧憬 然後也很多錢對在藝林裡 然後也給我很好的方向跟指導 我今天帶來的是 我近期創作的一個HIPHOP的音樂創作 欸你有什麼作品嗎 因為我現在就是 比較都還是幫一些線上的老師 藝人老師寫 喔 了解 然後自己的作品也有在釋出 我叫做許喬薇 然後我現在 就讀復興高中戲劇班的三年級 今天要表演的是音樂劇 主要在念的是走劇場 但我是自己私心喜歡音樂劇 所以會特別去研究這樣 因為我高中隔壁班同學來了啦 大家好我是彭玉彤 我今年22歲 我記得 妳是不是有上什麼節目 我目前帶同學來了當固定班底 所以妳今天要帶來的表演是什麼 跳舞啦 欸妳進來 這邊有學妹 我們本來同輩 那就只好我跟妳說 身體好 身體好 我是洪喜浩 現在就讀御打高池 表演藝術科三年級 喔 我聽評審說 好像妳的初賽影片 非常讓人印象深刻欸 我是表演高空特技空中環 不是會很痛嗎 對對對很痛的那個 喔我不敢練欸 我真的我超怕 我第一次去弄完那個空中環 我就再也不去了 那妳今天要表演的是 因為今天礙於場地的關係 所以我是表演我第一個專程式主持 大家好我是黎平洋 我現在是22歲 好老喔 我跟你差不多欸 所以你是身邊也是我很老的 啊 就是等大家這句話了 那我今天的表演是 我改天唱的表演創作 有六首在Streamverse跟Youtube 那你覺得 你跟別人不一樣的點在哪裡 因為我本身唱的一定是 偏向女生的理由 所以可能會跟半男生唱歌 相對有期待不太一樣 我13號就是明瑞 然後我現在已經免20歲 我剛一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你拿一個超大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古增 那你學這個才藝學多久了 五六年吧 因為就是 國藝學是比較常看到的樂器 所以就想做一些跟平常不一樣的東西 我叫黃冰藥 然後我今年二期 國藝台灣藝術大學 作詞版 中國音樂學系 然後我主修是第一次這樣 就是跟剛剛那個同學不一樣 然後今天是來唱歌 你覺得你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點在哪裡 因為我超小就是音樂科系 讀二版的歌 對 所以我們在唱歌的部分 會跟一般人的選擇方法 會有一點差嗎 我叫做蔡浩平 我今年十九歲 然後我目前就讀長榮大學文創學系 就是我去年就有報名過 然後去年沒有入選 就是初賽 今年就又看到 剛好在划你們公司的一個 旗下定生划到 然後我就報名了這樣 很幸運就有進入初賽 然後就從彈彈上來開始 這次知道就是說你的初賽有過了 之後你的心情是怎樣 我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有兩張圖 第一張十個人 第二張 我跑到第一張的時候 就想說 哇 涼了是不是 然後我就跑到下場 欸 我有上 然後我那時候在做禮拜 對 禮拜這樣大很久 想要成為怎麼樣的表演工作者 我想要成為一個溫暖的演員 演員 相望戲劇方面 對 因為我想要幫一些人 請問你知道決賽的日期是幾月期號嗎 十二月十九 有把他放在心上欸 不錯不錯 因為我昨天問了 全部沒有人知道這樣子 因為我不太喜歡 太匆忙的演員事情 才會值錢 就像經典以前 都已經搬了一個地方 嗯 欸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假如說成為了藝人之後 準時跟早到是必備過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應該要騙我 因為沒有人的時間應該到不動 沒錯 大家好 我叫張家豪 然後可以叫我爸老 我今天看你這個道具 扯鈴 嗯 你今天這個是表演的 我今天表演跳舞跟扯鈴 我之前學了六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obby 李茵茵 我來自基隆 然後就讀世青大學的新聞系 我今天要帶來的表演是 饒舌 我是聶雷 新年執行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 午餐還沒有吃喔 因為我覺得 剛剛有點痛 大家好 我是賴紹真 然後今天是15號 興趣是跳舞跟唱歌 然後專長是打籃球 就是我前年有參加過 但是後來就沒有進 然後我覺得再隔兩年 現在剛好有空 就是來玩一下 這花樣是很像青春 對對對 我喜歡青春的少年 我喜歡青春的少年 那你學的舞風是什麼 我是跳跑蘋 哇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黃聖雲 目前就讀國立台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 今天跳舞 哈哈哈 我有在音樂廳表演過歌劇音樂會 就是國家交響樂的 現在也有在一支風車劇團 參與他們的演出 我其實是陪我朋友一起抱 然後他沒有上 他是女生啊 嗨大家好 許君凱 今天是幼歲 現在又讀福人大學 你今天帶來了什麼樣子的表演 我要唱歌林佑佳的成全 就是你知道決賽的日期是什麼時候嗎 忘了 我要有進我才可以記決賽的日期啊 沒有 這個就是要自己覺得說 我一定會進 所以就是要先進 就是一副一腳印 沒有人應該要跟我們 哈囉 我叫陳佩瑜 然後我是就讀於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舞蹈戲 那你有沒有什麼 讓自己不緊張的小秘訣 其實我本來就不會緊張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彥瑜 你可以叫我黎恩 我今天要表演的是跳舞 你之前有類似的經驗嗎 舞台表演 有 因為我之前是 拉拉隊的 棒球拉拉隊 自己的目標說 想要往哪一個方面去走嗎 戲劇方面 想演戲 對 因為我自己平常有接一些廣告拍攝 然後現在有接觸一點點戲劇 怎麼去練習你的台步 在家裡晚上有時間就會穿高跟鞋 然後在房間走一下 然後對著鏡子放一下 放一下 控制飲食 就是不能隨便吃 那有瘦多少 有增胖一點 我有去健身 就是每天去健身 所以之前沒有健身的習慣 之前沒有 去年也有比 然後他說沒有自信 然後我想說 這是因為健身 才會比較有自信 就一直 運動 健肥 對 吃比較健康一點 就是少油少鹽少糖 不過在家裡做福利挺深 就是 就是讓自己看起來不要那麼胖 我們不是出賽過了 會有一個腎上課程嗎 對 你覺得對你來說 最有用的是哪一堂 體育課那一堂 平時就是要打工 就是上班還有學校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就是在那一堂課 就是學習到 在一點點時間內可以 運動到這樣 最難的課程 體育課吧 那你那個時候發文的時候 你跟大家講解的那個菜單是什麼 核心 核心 因為平常有打排球 所以就是要跳高的話 就是要練核心 聽說你在那個IG上面發的文 都非常用心喔 第一篇是創造自己的hashtag 那你hashtag是什麼 是粉餅 因為我高中也有學過美妝 第二篇是一衣三穿 就是一件衣服 然後三種穿搭這樣 我那時候是用白襯衫 因為我覺得白襯衫就是很百搭 就是它可以很正式 也可以很休閒 運動 我覺得跳舞是個很好的運動 然後我就分享我去外面 舞蹈教室上課的影片 哈囉 這是我們今天的評審之一 智姐 哈囉 看到模特 第一眼你會看他們哪裡 第一眼大概都是那個 他們的頭身比例 我知道很多人就直接只看臉嘛 然後就看帥不帥 每不美 可是上到台之後就是 頭身比例是在台上就是 就是決勝魂重要的一個關鍵 請問我會上嗎 如果我一看啊 穿上高跟鞋啊 你肯定上 因為有的人 他本來天生就比較有Sense會打扮 可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沒有 所以我們很善於就是 在浦玉裡面 然後就是找出這個 未來的鑽石 所以他們今天會穿就是 Bikini 所以就是一目了然 很想看齁 你 哈囉 夏明哥早安 早安 你看男模跟女模的標準 怎麼看 其實 男模跟女模 從以前的標準 跟現在來比較的話 其實差很多了 現在呢 因為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大 所以他的標準也會越來越寬 不一定是要高壯 或者是身材很勇襯的 很多都是想要看他的臉蛋 特殊性 也就是特型的model 這個也就是各個品牌 他想要呈現他的服裝 穿在他身上之後的独特性 只要你看對眼 他覺得很適合在這個時尚圈 有一片天的 我都覺得他是有機會的 哇塞 你牽這一身 也太辣了吧 請問 成為一個Superstar 要有什麼條件 要自行 要自行 然後你要知道 你穿上要什麼 你做什麼工具 有個小小的請求 因為我有看到你的電影日高 超級辣 超級辣 最後給參賽者一點鼓勵 一句話 你們加油 不用緊張 我很愛你們喔 現在就是我們南模的停選時間 再來偷看一下 哈哈哈哈 小鮮肉 早就完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刚的表现打几分? 6吧? 為什麼? 因为很好啊 我是觉得我走太快了 我叫洪寒君 怎么会来参加这个璀璨之星? 如果不来参加的话 就是要被抓去国考 对 大家说差不多就是给自己 自己的梦想是会是机会 对对对 大家好 我是徐欣运 听说你是不是有走时装周 你是走哪一个秀 你还记得吗 捷运站那个 所以之前是有经验吗 完全没有 就是渐渐熄悦然后就上去了 那你觉得今天有比较不紧张吗 还是就是很紧张 就真的不紧张 你好我是黄玉瑾你可以叫我冒冒 他听说你是演员 你在跟大家讲一下你有演过什么 之前有演过那个火神的淫泪 你们的最汉 那你知道这次我们 《存判之心》的代言人你有谁吗 生豪哥 对 你一直要成为小温生豪 你吗 各位小温生豪在这里 哈啰大家好我是红德君 我刚好看到你表演跳舞 而且有那个killing part 就是你把口红这样 那你口红藏在哪里啊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我是在上台前 然后就先擦在手上 但是我最全面有多浩浩的一层 所以你刚好顺便把就厚厚的一层 这样擦掉 那你怎么突然怎么卸掉 我刚刚就擦掉 刚刚要拍那个 就是要拍照 所以我就赶紧 嗨大家好我叫吴俊晴 然后今天21岁就读冯甲大学 我觉得我太紧张了 没有很齐全的热身 我刚上去跳到一帮我脚麻掉 站着站太久了 对对对 哈啰大家好我叫S.H.Ling 那我是一个二分之一原住民混血 我刚刚有看到你是唱你自己编的歌曲 是跟疫情有关系 在YouTube搜寻就直接搜寻 S.H.Ling或是疫情你不要过来 哈啰大家好我是廖思春 各位他开场直接倒立了 然后评审他们这样 哇哦 觉得特技多久了 小学五年级到现在 第12年 Ending做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在现场看太震惊了 后空翻 后空翻 哇哦 哈啰大家好 我叫杨雨柔 今年19岁 然后目前就读于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 刚刚那个 那跪在地板上 然后这样子往后后 然后下一秒再起来 非常容易 很厉害 所以你是从小就学跳舞 嗯对了大概从小三岁多就开始学 三岁不是小三是三岁的时候 嗯然后就一路学到圣诞 那你觉得你刚刚的表现 哦应该是So easy啦 因为对你来说舞台就是这样子啊 对吧 地板超计划 大家好我是Sophia小叔菲徐贝宁 我现在是威士忌的品酒讲师 我其实本来是做行销 后来现在就是负责一些对接国外厂商 就发现自己有一个技能很会讲话 没有公司都会这样就是觉得说 你有其他的功能就一起 就要用一下这样子 对应获得 对应获得 你有没有看就是伊零的频道就是YouTube 有有 我几乎都有在关注 真的 那你对哪一集印象深刻 我其实是对那个去松烟金弓那一集 哦拍照 对对对 POSE 你好 你好 哈啰 我是迈希 我刚才看你表演的是跳舞 对不对 你是不是有自己准备一些小道具啊 对我有准备这个浅浅 然后还有一个小外套 哦 然后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是Lisa的Money 然后我就想说应景一下 哦 然后撒个钱 一堆人在看说这是真超还是假超 然后下一节是说是假的吧 小提醒可以用这些小道具去帮你自己的表演加分 对 希望有加到分 我叫张胜伟今年14岁 现在国中的年轻 是读音乐班 那些小提醒多久 一天大概一小时 有六年多 听说你平常是会在 我会在街头 新门堤 其实舞台经验是蛮丰富的这样子 所以今天也不会紧张 对 昨天才刚音乐会结束 大家好我是13号的范希勇 我相信自己会进哦 就是要这种尴尬的感觉 评审们怎么选择 我就尊重评审们的决定 我上次有看你去拍那个model 就是跟那个model一起拍 我觉得你拍那个海洋的那个很好看 哦 谢谢 有看youtube你怎么来评审加分哦 哈啰大家好我是林博君 今年20岁然后大三 主要是学剧场的 那你觉得你的跳舞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我的表情在哪里 我的表情在哪里 哦 有我有雕表情 我有看影片一遍一遍一遍雕 除了表演之外 你还是想要往哪一种方面吗 我主要想要当演员 对 如果演员当不了的话 当心理智商是有错 哈哈 大家好我是粉粉 我是毕业于北域女装 政大广电系的傅敬文 大家好 我从小就很想当演员 但是不小心她会念书了 那这次是有经过谁的同意 还是勇敢追悟的 我长大了 自己来 请问你有看Youtube Me Too吗 有 我对比赛前不要做的事 比赛的时候不要做的事 不要提早到 这个还蛮好笑 我有Youtube的频道叫做 阿粉日常Daily Pink 欢迎大家追踪 穿搭美妆Vlog 自己拍摄企画剪辑 因为我是广电系的 对 所以就都会用这样子 紧张刺激的时刻来了 璀璨之心的好处之一 就是当下就会 当天就会知道你自己 到底有没有进入决赛 然后我们看一下 大家一定排排站了 我们看一下大家一定排排站了 两天精彩的复赛行程 就这样子结束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开心呢 接下来就是会有棚拍啊 会有课程 然后就是为决赛去做准备 那如果大家对就是这些 厉害的参赛者有兴趣的话 也一定要来追踪Youtube Me Too 然后收看伊林要怎样 这次也非常感谢各位参赛者的到来 不管大家有没有入选 你们都是最棒的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 要按赞 订阅 分享Youtube Me Too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好想带你家养了怎么办 又伯伯喔